张勋进京后继续催促李京熙组阁以稳定局面 就在李京熙竭力拼凑内阁成员的时候 张勋却再次动了复辟的念头 张勋因何会改变想法 一个关键人物的进京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仅带领五千名辩子军进京 张勋又将如何发动复辟行动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北洋乱局第十五集 张勋逆势复辟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次我们讲到张勋以调停府院冲突为名 率领辩子军进京 在逼黎元洪解散国会以后 又开始极力扶植李京熙组织所谓责任内阁 然而当着李京熙的组阁活动屡屡碰壁以后 张勋对李京熙失去了耐心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变化 李京熙本来是张勋进入北京的一枚棋子 使他向李元洪建议招张勋进京调停 这是张勋能够进入北京的直接原因 同时李京熙内阁又曾经被张勋视为掌控北京政权的主要工具 因而张勋不细与都军团撕破脸皮 也要促成李京熙组阁 如今李内阁尚未成行 变帅却变卦了 为什么 因为形势发生了变化 张勋认为 还政大清的时机已经成熟 张勋此番进京是要做一番他心目中的大事业 就是要让溥仪复位 搞所谓还政大清 6月16日 也就是在进京的第三天 张勋头戴红顶花铃 协同定武军四个统领乘汽车到神武门 换称监狱进清宫 由清室内务府总管氏旭 导入养心殿 叶剑逊帝溥仪 民国成立以后 大清皇帝仍暂具宫景 尊后仍存不废 逊帝溥仪生于清光绪32年 就是1906年 三岁登基做皇帝 六岁慈位 此番接受张勋夜见的时候 十一岁 按照溥仪后来回忆 自从辞位以后 身边的人就不断向他灌输有关 复辟的道理 但由于他年纪尚幼 对于复辟的内涵并不真正了解 与张勋接触几次之后 他对于复辟才渐渐懂了一些 据复仪回忆 张勋进宫请安是紫锦城内的一件大事 在此之间 溥仪亲自召见请安的人不多 一般只限于满足 这天要召见张勋 紫锦城里少不得要提前做些准备 那天啊 太宝陈宝琛和玉庆宫行走两顶分二人 一起走进溥仪读书的玉庆宫 不落座就由陈宝辰开口说道 今天皇上不用念书了 有大臣来给皇上请安 一会儿奏事处太监会上来请示的 陈宝辰每日负责督导教授溥仪读书 溥仪对他很敬重 尊称其为陈师傅 陈师傅告诉他 今天来请安的是前两江总督 兼设江苏巡抚张勋 对于张勋其人溥仪曾听说过 知道自从民国成立以来 张勋和他的军队一直保留着辫子 这事宫里经常有人提起 张勋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也让溥仪记忆深刻 那句话是凡我民国官吏 莫非大清臣民 总之在溥仪的印象中 张勋是个忠臣 经过必要的准备 溥仪在养心殿接见了张勋 张勋一进门便行着跪拜大礼 自称奴才 对皇上恭叩圣安 溥仪按照陈师傅的事先教导 问了许掩地方和他的军队情况 问的目的无非是表示关心 并不是真想得到什么答案 张勋回答了些什么 溥仪也没有用心去听 溥仪多年后 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之说 我对这位忠臣的相貌 多少有点失望 张勋穿一件纱袍裤 黑红脸 两道浓眉胖乎乎的 在这位少年皇帝眼里 张勋长得不太像 能成大气候的样子 但宫里宫外的大事 此时还轮不到皇帝做主 普遗只是按照 陈师傅的事先指示 给张勋赐座 然后又赏赐了不少 宫里的瓷器名画 张勋的请安很快就结束了 这是张勋进京后的第一次 与青史直接接触 张勋进京以后 身边陆陆续续聚集起了 一批热心推动青史复辟的人 随着李京西祖阁受阻 张勋对李内阁渐渐失去信心 复辟派趁机进言 要张勋干脆一做道理 打起隆起 他们说统一局面已经打破 迁就调停也万难稀释宁人 只有断然复辟才能振赴颠微 现在的做法种种自相矛盾之处 推到约法而仍以奉行约法为辞 逼迫总统而仍以拥护总统为名 破坏共和而仍以保全共和为制 无法自解 只有复辟才师出有名 有立足之地 他们认为张勋 尽有万权退屋一事 尽有不适之功退有不策之祸 这些荒唐见解居然打动了张勋 张勋决定孤注一掷 促使张勋下定决心的 还有一位神秘人 6月28日 在京津火车三等客座中 有一个怪模怪样的老人 一身农民打扮 用大蒲扇遮盖着面部 还有两个陪同的人 脑后垂着大辫子 此人在北京站下了车 出战时有四个辫子兵 恭恭敬敬上前迎接 早停在车站的一辆豪华马车 静止把他送到南河宴张宅 随着这位老人的进入 辩帅府加延了门禁 辩帅不再接见任何宾客 神秘老人与张勋密谈后 悄悄地搬往西砖胡同法园寺 隐居起来 很快 北京市民在私下里谈论着一个消息 说康有为进京了 就住在辩帅府里 大清皇帝要复辟了 又有人说 康有为只在辩帅府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过几天宣统皇帝肯定要封他做大官 这些民间小道消息很快得到了证实 康有为确实进了北京 前面我们讲到的 那个坐在三等车进京的怪模怪样的老人 就是大名鼎鼎的康有为 随他一道进京的两个人 一个叫沈曾直 一个叫王乃征 都是著名的复辟派人物 康有为 无需变法中的一面旗帜 中国近代思想变革的先驱 对于每个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来说 他的名字真可谓如雷贯耳 无需变法失败以后 他避难海外 此后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 举起共和革命的大旗 康有为 则仍坚持君主立宪的旧主张 成为民主革命的反对派 辛亥革命以后 他回到国内住在上海 成为保皇党的领袖 积极参与谋划雍利普仪复位 他的政治主张与张勋颇为接近 在张勋图谋 雍利轻使复辟的过程中 他与张勋的参谋展万绳士 早有密殿往来 张勋进京以后 他就在上海草拟宣统皇帝 复位后的系列诏书 随后 他接到万绳士的殿招 便替须化妆 沿京浦铁路北上 康有为进京与张勋密谈以后 有关青史复辟的传言 不仅甚嚣尘盛 而且有关 故意重新军临天下的各种行动 也开始浮出水面 周围复辟派人士的轮番劝书 再加上保皇派首领康有为 进京相助 犹豫不决的张勋最终下定决心 尽快拥溥仪复位 然而 这次进京 张勋只带了不到五千名变色军 而当时王世珍和江朝宗 掌握的军队和警察 却有两万多人 一旦发生冲突 张勋并无胜算 那么 他将怎样谋划这次行动 来保证复辟的成功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 将继续为您讲述北洋乱局 第十五集 张勋逆势复辟 六月三十日 是张勋发动复辟行动的日子 为麻痹黎元洪等人 这一天 张勋依然把变色军 驻扎城外 自己则到江西会馆听夕 直到夜里十二点钟 才返回张宅 在此过程中 驻扎在城外的变色军 以按照他的命令 准备入城 开始行动 六月三十日 部军统领江朝宗 接二连三地接到 安定门和西支门守城部队 打来的紧急电话 说有大批变子兵要叫开城门 应当怎么办 明国初期的北京城 与今天有些不同 大体沿着今天 北京二环路一线 当年是一圈城墙 开有九座城门 供行人车辆出入京城 前面提到的安定门 西支门 就是这九座城门中的两座 江朝宗听说有大批变子兵 要进安定门和西支门 感到事情有点蹊跷 因为变子兵都是变帅的部下 他们大多住在城外 为什么要在夜里进城呢 江朝宗吩咐守城部队 暂时不得开放城门 放下电话 他想去找陆军总长 王世珍汇报情况 请示方略 不料王世珍却慌慌张张地 跑来找他 这实在是件很不寻常的事 因为王世珍是北洋派元老 在下属眼里 其人城府身 派头族 架子大 今天却肯主动到下属江朝宗的住处 而且是一副慌慌张张的神态 显得格外不同寻常 王世珍进门后带着急促而低沉的声调 对江朝宗说 复辟就在目前 他们一切都准备好了 王世珍没有具体说明他们究竟指谁 但江朝宗一听就明白 准备复辟的肯定是张勋和他的部下 江朝宗建议立刻报告总统 看黎元洪能有什么办法 可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动身 就有一辆汽车停在门外 有个副官模样的人 跳下车敲门进来 手里拿着雷震春张震芳两个人的大名片 请王江二人即刻到大帅公馆商量要紧的事 二人还未动身 晋级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 第十三师师长李进才 迈着慌乱的脚步走进来 无疑是有重要的情况向江朝宗汇报 但两位师长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 就被那个副官模样的人 邀请一同到大帅公馆商量要务 这时又有四个军官乘坐另外一辆汽车赶来 催促王江等人马上动身 王世珍 江朝宗和两个师长像俘虏一样 跟着那些人上了车 汽车开到南河宴汴帘帅公馆 就看见屋前屋后 站满了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辫子病 四人身不由己地走进辫帅府 看见张勋 万绳氏 雷震春 张震芳等人坐在内室 张勋的脸色如同凶神恶煞一般 轻描地向江朝宗看了一样 问他为什么不肯开门放城外的军队进来 江朝宗站立着说 没有陆军总长的命令不到时候不能开城 他所说的陆军总长是指王世珍 王世珍在李京西内阁中任陆军总长 张勋又扫了王世珍一眼说 聘劳怎么办呢 王世珍立刻命令江朝宗用电话 通知守城部队开放城门 于是大批辫子军拥进城来 此时外面有人跑进来报告 说国务总理李京西等着要见大帅 张勋摇着手说 没有功夫不让他进来 接着张勋站起声来大声说 今天马上就要迎接皇上复位 有不赞成的都不许走 没有人说不赞成 也没有人说赞成 大家都不说话 张勋建没人说话 便把王世珍江朝宗等人 装进一辆汽车 令吴炳香 陈光元 李进才 刘廷 陈半绳士等人乘另外的汽车 汽车排成一列 鱼贯驶入资金城 此时已经是七月一日破晓前三十左右 我们再说紫锦城里面的情况 溥仪通常起床早 早起以后在陈师傅督导下读书习字 但这天起得格外早 因为陈宝辰 梁鼎芬和朱一帆 三位师傅早早将他唤醒 说张勋一早就来了 溥仪不知发生什么事 便问了一句 他又请安来了 陈师傅告诉他 不是请安 是万事俱备一切妥体 来拥戴皇上 复卫听政 大清复毙了 在溥仪心目中 陈师傅行事一贯稳重 但那天说话却格外激动 溥仪听了 感到昏昏然 他虽然从三岁就开始当皇上 但从来没主过事 如今听说让他当真皇上 有点发懵 陈师傅见他那副呆头呆脑的样子 赶紧提醒道 请皇上务必答应张勋 这是为民请命 天于人归 看到溥仪那种似懂非懂的表情 陈师傅又说 用不着和张勋说多少话 答应他就是了 稍停顿了一下 陈师傅又说 不过不要立刻答应 先推辞 然后再说 既然如此就勉为其难吧 溥仪按照陈师傅的吩咐 准备了一番功课 便到了养星殿 溥仪升殿 张勋跪在前面 几里咕噜的 说了几句话 别人都没听清楚 溥仪虽然也没听懂 但知道是要让他复位做皇上 他突然问了一句 那个大总统怎么办呢 给他优待还是怎么 溥仪啊 确实是个聪明孩子 他虽然不知道怎么当皇上 但此类后 一直享受着民国政府的优待 如今听说民国政府 又要还政大清 很自然的 想到了那个 与自己情况类似的大总统 张勋听着他的提问 倒没感到奇怪 只是简单说了一句 黎元洪奏请让他自家退位 皇上准他的奏就行了 张勋这是信口胡说 黎元洪根本没有奏请 退位这回事 但溥仪并不明白 张勋说的是什么意思 想到反正陈师傅都安排好了 自己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便说道 既然如此 我就勉为其难吧 张勋听溥仪说完这话 便起身退出养心殿 其余的人也跟着退出来 在第四次徐州会议时 张勋就和都军团确定了解散国会 劝黎元洪退位 和拥溥溥复位的三步棋 如今国会已经解散 溥溥也重登地位 只剩下劝黎元洪退位的最后一步棋 通过这段时间与黎元洪的过招 张勋认定黎元洪软弱可期 让他自动退位一如反掌 然而这次张勋却失算了 那么面对劝自己退位的要求 黎元洪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洋乱局第十五集 张勋意识复辟 凌晨四时张勋指定王世珍 江朝宗为民国政府代表 梁鼎芬为清史代表 李清章为定武军代表 几个人一起到总统府逼迫黎元洪 在已经拟好了到凤凰大政的奏折上 签名盖章 我们再说总统府那边 复辟刚发动 黎元洪就得知了消息 凌晨三时 黎元洪在总统府召集夏寿康等人商议 众人虽愤慨激昂 却一筹莫展 黎元洪自知引狼入室 责任重大 前此解散国会 尚有改选为掩饰 以保存共和政体为理由 此次复辟 事关大是大非 无托辞假计 赏赛屈从 不仅信念上无法接受 人格上也难以立足 于是他坚定地表示 愿以身殉民国断步为所动 总统府的会议还没有结束 张勋派的使者已经到了 此时的黎元洪又恢复了 昔日在袁世凯称帝时的态度 他像个木头人一样 既不动笔签名 也不开口说话 他轻蔑地瞥了王时珍一眼 王时珍大感惭愧 慌忙低下头 玉庆宫行走两顶分队 黎元洪说 共和现在是如此清晰 要挽救时局只有复辟一方 共和国政本是先朝旧物 应计归还皇上 说吧 拿出已经拟好的奉还大政奏折 要黎元洪签名盖印 黎元洪正言立色说道 民国是国民公有之物 我受国民之托担任总统责任重大 退位于否要遵从国民的意志 而非个人的行动 你忠于清晰 应当为清晰的安全考虑 不能侥幸一事 复辟以后 我就不能再对清晰的安全负责 黎元洪的这番话 还是很有分量的 普遗在张勋的拥戴下再坐龙庭 包括两顶分在内的一般前清大臣都很得意 但黎元洪告诉他们 你们这样做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 因为清帝颁布退位诏书 和南京临时政府公布清帝辞位后的优待条件 是两个紧密相连的法律文件 相当于清史与民国政府之间的协议 它的基本要约是 清史交出政权 民国政府保障清史成员的人身与财产安全 并给予若干优待 如今 溥仪及身边大臣与部分叛军合谋复辟 等于单方面撕毁了与民国政府间的协议 民国政府也就不再承担保障清史成员安全 并给予优待的责任 也就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 黎元洪警告两顶分说 复辟以后我就不能再对清史的安全负责 正处在复辟成功喜悦中的两顶分 根本听不尽黎元洪的劝告 仍喋喋不休软硬监视 一直闹到六点才出了总统府 下午 王世珍 江朝宗 又到总统府劝告黎元洪 为自己的生命安全计 在退位奏折上签名盖印 同样遭到黎元洪的言辞拒绝 我们再说紫锦城那边 上午九时 张勋和康有为由神武门进到清宫 拿出事先写好的一道道圣旨 盖上溥仪的玉玺 并由张勋附属发表 一来宣布大清皇帝重新执政 二来对复辟有功人员封官赏职 这些封官赏职既反映了张勋的个人喜好 也体现出复辟活动的种种败向 为什么这么说 从哪里看出复辟的败向呢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 张勋正式拥立溥仪复位 他还胁迫黎元洪退位 黎元洪决心要逃出张勋的控制 请求老对手段祺瑞出手 挽救政治危局 那么他如何才能逃出虎口 而他的死对头段祺瑞 又能否抛开两人的恩怨 帮他收拾烂摊子呢 下期节目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 黎元洪身陷危局 黎元洪身陷危局